蜘蛛 馬哥,大家好!歡迎來到馬迷世界 很久沒見到這個紅色的Singleton 這個叫什麼? 舊瓶就舊酒,不是舊瓶新酒 新版綠色,大家出街買見到 全貨,已經石果緊泉 喝這個十八年Singleton 比較輕巧的味道,女孩子都喜歡喝 講解為什麼要找一些舊的威士忌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是今次《瑪迷世界》講一些舊的題目 頭豬策略明天再講 因為現在還未有買票 記得,這個環節都不是提示 主要講一下賽馬的看法和知識 大家新手舊手都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在右手邊四星龍珠就可以訂閱到 在之前很久,如果一新訂閱的朋友 我通常會見現在有兩三千多了訂閱 我又會重複一次 大家不要介意 可能提一下大家也好 又或者我再講一次 大家有時候忘記了 甚至是新的朋友未看過 也好 有時候 在說1200米 我經常跟大家說 你記得45秒放頭很厲害 44秒後上就是厲害的 這個二至四班都會用的沙田 不用你條難,不用你報速 即是沒有腦子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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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怎樣可以做到 即是甚麼叫做強呢 那你就會見到那隻馬城 走入三甲 甚麼叫準呢 其實都是講 跑得快的 那你放頭 如果你經常做45秒 很難找兩隻過你 三四班 而 即是無論快步速 慢步速 快步速也不一定是你後傷 是主要看一隻馬力厲害 是究竟 其實甚麼步速 他都容易在這裏 你又不見金槍60 有沒有常常抱怨說 我又抽外檔 或者有時抱怨說 這場步速慢追不及 會不會 不會的 你不如放頭 慢步速 金槍60 不會的 別傻了 雖然說金槍60這些馬王 是很極端的 不應該這樣比較 但其實你會看得出 有時賽馬世界就是這樣 甚麼叫做強呢 經常跟大家說 大家重溫一次 月球這些連接馬 其實就不算很強 不過你說不算很強 為甚麼可以連接的 明明升班 五班升四班 還要雙重加榜 周俊樂換蔡明蕭 有時賽馬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厲害 你就一定贏 厲害 你知道要撞到一個甚麼 那麼厲害 你就會輸 你說拿到打網球差嗎 不好意思 你對余輝達拿 你都是輸 但是你說 我是不是很強 我不是很強 不過 剛好可能對手弱 我又夠贏 都有機會 所以大家 有時賽馬是一個比較 當然 比較的第一個法門 就是甚麼 你要知道他有多少 你連拿到厲害不厲害 你都不知道 不要打網球 你連奧蘇利雲打桌球 厲害不厲害 你又不知道 你還是不要打桌球 或者你看看保特 你都不知道他跑得快不快 你還是不要跑步 你起碼要知道他有多少 好 那個知 是怎樣知 不是說 我覺得 不用覺得 其實這個世界 每個人覺得都不一樣 但是 有些天生的條件 可以告訴大家 甚麼是好 甚麼是不好 尤其是一些牽涉到數學計算 你說 美不美女 當然是各花各眼 但其實我和大家說 都不是 都不是 甚麼叫美呢 其實都離不開 瓜子面 鼻高高 眼大 笑得甜 長頭髮 皮膚白 等等 不是說有這些 就一定美 又不是說 全部不是 就一定不美 不是這樣 不過通常都會是 這樣 那這些是比較容易 說得到的 大家都明白 但是 或者帥仔 通常是怎樣 眼大大 好像MIRROR那些 但是馬 其實更容易 因為他可以數字化 可以量化到 怎樣量化到呢 那你怎樣知道 月球不厲害呢 就是這樣 雖然這場 他當然是賺了萬步速 不過 我們看看這個分段時間 其實他放頭做45秒3 你說不是 都不差 我只可以回答你 他不差 不過萬步速做回來的45秒3 雖然偏近45秒 但是不算太強 當然你看到他贏得這麼輕鬆 可能快點可以 可能45秒1都可以 但是 他終歸沒有這樣做到 醒旺財為何會跑第二 就是因為他不夠人家快 就會變第二 如果他可以做到45秒 第一名就是 他不是月球 是不是 有時馬 不夠勁 就會這樣 好啦 什麼叫做勁呢 我經常跟大家說 喂 轉飛龍為何我經常都貼 你看到隔離很多 這些 每次又走不到進來 但又有頭五 經常都跑四五名 因為他的強度不夠高 他的強度不如 就我之前介紹的兩隻 黃龍複象 黃龍複象的2.0 那隻叫什麼 四季起 兩隻現在都是三班 他這種勁 轉飛龍 就沒有勁到這樣 即是他 後上馬 作為一隻後上馬 他只是經常做到44秒頭 他不能做44秒正 所以 你說強 也有分強不強 強有多強 這個也是有得分的 那譬如 你看到他上次做最快末段 萬步速追不及 我記得Eason再出 我不是在谷草再貼嗎 除了鬼上身 不是那麼簡單的 其實你也看看 人家的 沒斷 Eason 你說他萬步速萬秒二 什麼都好 你自己看 我經常都說45秒內 那些放頭馬是厲害 那我又沒有騙你 那現在Eason做多少秒 是不是45秒內 所以谷草十一檔 他就可以無事了 是衰檔 是拍輸了 但是他好當點就夠贏 而且都沒有所謂 他冷 沒有人叫你買WIN WIN 我就推介了連煙王給你 你都一Q中了 所以 有時候我們 不要那麼執著 你覺得那隻馬厲害 有時候 知道他厲害就可以了 好像上次 跟大家說過 我跟你說過連煙王 和Eason Eason為什麼厲害 我當然是知道鬼上身 亦都有介紹給大家 但是問題 就不是在他那個鬼上身上 而是 講緊 他根本的無短時間就很快 他放得出來 你很難追他 那個很難 已經是場地不利 連煙王爺那天 還不是利後想 那雙重屈他 家外擋 他才輸 要不然他需要輸 所以轉飛龍 他那種勁 他做44秒半 你在這裏見到 其實他就不夠強 所以他是四班 會常常要近 要一些形勢 或者他要進步 甚至有對手弱的時候 他就可以追得近 但是大底上 他不算太差 這裏一群前肢馬 因為慢步速 只有他追到上來 你說不是 後面那隻都追到 20秒9 再快一點 他第二段慢了 所以這兩隻 轉飛龍下面那隻 精明勇俊 其實都厲害 不過他未再出 沒得貼住 如果講強度 差不幾 差不幾 那這些就叫厲害 那他對著月球 就不用怕對著Eason 所以兩隻雖然未對女 但是你混在一起 你就知道哪隻厲害 你就知道哪隻厲害 另外對行之星 你見到我也有貼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那就是你不用理他 例地什麼三疊 161650 計不到 大哥 他現在跑124班 你怎樣計算 是不是先 有千四 縮下來 看看這場 貴初的 輸給王者精心 贏了四個馬 喂 會不會是電子兄弟 競進偏偏差 之後再出武表現 其實呢 不用想那麼多 有時候我們都是想多 這些馬 後上 45秒正 就是不是很厲害 其實你分得到 那我現在問你 轉飛龍 還是他更厲害 你回答我 是不是轉飛龍 44秒多 你說你不信的 看多一次的 都行的 無所謂的 你以前 史卓鋒 其實這場是蘇寶羅的 快步速的 那次是紅色字的 那他當然不會做到 再快末段 做到45秒4 那就是大底上 他只是一隻 四班中 甚至四班下風的馬 那這些馬 為什麼都要貼 因為轉了倉 這隻馬會進步 蘇寶羅的練馬功力 沒有理由比韋達 韋達應該是練好一點 還有這隻馬 再減分多了 所以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這個就是講四班 現在大家對那些 放頭 和末段後上馬 有了基本概念 跟大家重溫一次 那跟著就 進階班 進階班之前 讓我喝一口酒 我們去廣告 回來繼續講 非常美味的星高騰 好香蜜味 心之行 這隻馬 這次是鬼上身的 不過留給我 在鬼上身今晚的節目 先說吧 這隻馬可以贏加州星球 你知道他不是差 為什麼之後贏不到 是不是加分加太多 贏的短頭不會加太多分 你說為什麼贏不到呢 很簡單 因為你撞到一兩隻 更強的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難道加州星球差 好玩啊 你都知道加州星球多厲害 你便可以由這三班時間 這場三班是1200來的 在我大學頂 看見 快步速快了一秒 放頭那兩隻不斷 就證明了大家經常說的 是不對的 究竟 快步速是不會斷的 你可以說那天地快 繼續安慰自己 其實全部都平標準時間 有什麼快 對不對 嘩8000C 都是跑1分08秒8 你跑1分08秒6 你豈不是很厲害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心之行差 所以他贏得加州星球 當然是有差不多的 你自己看看 加州星球 那時候放頭 他都做不到45秒 不過這隻馬 當然啦 你放快一步速 你要給他一些折扣 他當然 如果他快步速 還可以快一秒之下 放到45秒 那些一定是馬王 那些一定是馬王 那他都未斷 他都未斷 所以他會慢一點 在最後那兩段 有個45秒6 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心之行 就在後面 他守著的包箱位 直路一拉出來 就過了一隻加州星球 所以他那個45秒3 是厲害的 是厲害的 因為他都是屬於跟前走的馬 所以你會見到有時候 這些就叫厲害 這些是三班都算很強的馬 所以你說 那為什麼之後輸 這場就令我大開眼界了 因為我知道 這兩隻厲害 厲害的 結果 包裝長勝有多厲害 不用我多說 大家一向都知道 所以我沒有貼到這個中華盛景 我都覺得跌眼鏡 原來這麼厲害 這隻馬中華盛景 包裝長勝 那個厲害 不用我多說 他兩次跑下去 所以他可以輸給少爺仔之後 我說大超值 保重 三倍多 抵買 我說兩個半都抵 結果洛菲都兩個七 OK 贏掉的 他為什麼加1400他都跑到呢 那就是因為他夠厲害 他1200呢 嚴短的這些馬 至於嚴長嚴短這些東西 到時才跟大家講 但是你見到他劣勢 輸給少爺仔 他不想的 沿途走了外跌的 不過 你會知道這些馬 是偏強的 所以 大開眼界 就令我見到 中華盛景更厲害 為什麼 分段時間 喂大哥 你跑這場 我也跟大家講 我說跟前馬 有接近四天 這些正常步速來的 我只可以說 沈之行 是越放得快 就越好 即是他的末段 他交不到45秒證 不過 快步速 他都可以交到45秒幾 那這個馬 正常步速 或者地比較慢 他可以做到這些45秒 頭 45秒鐘 我都覺得不錯 因為他贏完之後 加磅也都用了很多體力 不是怎樣爬低別人的加州星球 但是 你看一下 中華盛景那些後上 可以做到44秒4 你說 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是跟 那些四季起 黃龍福將差不多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中華盛景 在這場馬裡面 他是一隻二號馬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他背個磅 132磅 相當之重 這樣可以做到44秒頭 就不多見 不多見 尤其是 你知心之行慢了 可能是因為場地慢 當然你可以對一下 那天的時間 是不是全部偏慢 這個很容易檢查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見到他這麼重磅 都可以追到上來 那些是很強的馬 所以中華盛景 雖然我常常都 鄙視跑1400的遙遠星空 你都聽過我講很多次 大家 但是你要記住 就是 這一種 他的強度高 他暫時都還可以用分數來欺人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我三班1400呢 我不會畫了一隻中華盛景 我甚至乎有貼他 因為這些馬 他暫時在三班 或者二班 二班 他還可以欺負到人 上到一班或一級制賽 可能就不行了 或者他進步可以 所以這些馬 大家 所以看馬不可以太死 你不要說 你又說1200才行 1400才行 都要看看什麼對手 你很強的對手 當然是不行 但是很弱的對手 等於 很弱的對手 你找八千師 可能落五班 跑千八米 千八米 放一名不適合去路程 你現在跑三級賽 一級賽 千八一定是輸 但是 如果你說跑五班 都贏 都贏 他不會站在那裡 他會快快地過到終點 所以 有時候你要看對手 不適合路程 可以靠個分合人 所以 你會見到很多 譬如這些馬 他過去 走三碟 就算了 這些賽職抹了 他會換回賠率 但是他屬於很強的馬 所以 為什麼我說 整場裡面 你會見到 上次四重彩 為什麼可以重複 幸運有理 勇闖 線路之星 逆是幾巴 四隻我都貼中了 但是 連順序都一樣 但是 步速就兩次不同 就是 幸運有理 這場的勇闖 線路之星 和這場勇闖 線路之星 完全是不一樣的 一個快步速 一個慢步速 檔位騎士全部不同 為什麼賽過一樣 證明了給你看 這場的最好示範 就告訴大家 是什麼 賽馬很多時候 勝劣快 形勢或者步速 甚至檔位 或者騎士 只能夠改變 某些 可能他們勝負的距離 會不同 但是 大體上 都是厲害的 當然 你塞死厲害的 當然是不贏 這個也沒辦法 或者實力很接近的時候 跑錯一點 不要那麼大力拆騎 學摩尼拉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正常來說 就不會的 所以這場 慢步速 線路之星是唯一 一隻可以追上來 就是證明什麼 他上一次 不是今次 他證明他那個 沒段 是可以隨著那個 步速去調交 當步速慢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到45秒正 你說他是不是很強 不是 所以他在一個 三班做45秒兩段 其實他會常常近 不過就贏不到 這些馬會長期熱的 看看有沒有適合他路程 或者對手弱的時候 才想 但是 我想和大家講 線路之星 這些就會比較強 因為他可以做到 44秒頭的位置 你說 哇 這些不是很厲害 也是的 所以引申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什麼 為什麼 我和大家講 有一場 三班千二 你會見到 有時會見到四季起 或者是一些 黃龍複象 那些馬 會比較強 在這裏 三班千四 他們可以應付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千二的時候 他都應付到 出那個水準出來 那你由那裏 引申回 當然你要研究這隻馬 他拍不拍到千四 或者是否千四更加對 如果他本來一理馬 千二就是屈 就他 所以 你有時要懂得分 至於怎樣分 這些 就將來有機會 再和大家講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 就是 怎樣去分一些馬 強不強 這件事很重要 引申到什麼呢 就是 剛才講完那兩樣之後 你會知道 原來這個世上 可以分放頭和後上馬 所以 為什麼以前我說 福日沒有事的時候 你真的很難贏他 為什麼呢 他每次千二都這麼輕鬆 你看看 因為他的末段太快 真的太快 很少可以四十四秒內 他已經 他不是後上馬 他是放中間 但是 越擺得前 你的末段 最尾的兩段 就會越慢 剛才我說 放頭四十五 後上四十四 那你放中間 四十四已經是厲害了 如果你放頭四十四 就更加厲害了 他是放中間 可以不用四十四 所以不是很厲害 他又可以擺得再前些 但是末段 再快於四十四秒 即是說 我讓你先走 加州星球 我在後面追你 我都不用追你 我根本你就慢 這些就是屬於強 你不要忘記 那時候 他不是什麼 一一幾磅 他真的是平磅跑之一 所以他贏 是應該的 你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 他有事之前 那個賽職這麼恐怖 幾乎 這三場就是他有事之後 但是一次 就是君達星墮馬 但是在之前 其實他輸過一次 那麼多 你會見到 這麼清脆地下輪 就是因為他 他的末段 最後那兩年太快 太快了 那你說 喂 那八千師贏不贏到他 所以是有得計的 你想知道八千師 那些年性紀錄 會不會斷攬 一千這場 你很難用來做把尺 當然 再拿遠一點 那些馬又會進步 那你當然是加不要減 那放前走 究竟做什麼時間 那緊張大師跳出世界的 這些不會差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都沒有盡力的 那時候八千師 大家記得 那這些跑一千 你很難做 做準的 再拿一點 剛才我不是說過 為什麼我要講這麼長呢 這個節目 就是因為 我要由四班 講上三班 再講上一級賽 大家都千二 你會見到一個盡情在哪裡 剛才三班 我講講講講到中華盛景 你就知道中華盛景是強了 因為 大開眼界 贏到包裝長勝的 又贏到剛才的心之痕 那就知道 包裝中華盛景是強了 竟然有隻馬可以輕鬆 贏中華盛景 我心想 不是吧 還要沒有盡力 那這些就是強了 那厲害 那厲害 你能否告訴別人 有多厲害 我們去一去廣告 回來再講 那個厲害的地方 八千師 大家看看 這兩段 是荒頭 輕鬆贏 大家記得 45秒2 有多厲害 關鍵就是 關鍵就是 你要看回當日 他那時候是在跑三班 不是在跑一級賽 如果跑一級賽 他會輸硬給複逸 這些時間 輸硬 別人做43秒多 那問題就是 他三班 當時已經是甚麼偏重磅了 八千師 他還可以放頭做到45秒2 根本就是厲害 而他那時候是沒有進步 加沒有盡全力 單騎領放也好 什麼都好 他這些過三 其實是強過加州星球 你要懂得這樣分 因為剛剛 大家記得 包裝星球剛剛 剛剛就在上個星期日 就跑完 大家都記得 在第九場 加州星球 跑過二班 那個步速 當然會快些 而你按回 利多堅仔 按回加州星球 他贏必長勝 夢省全金 他那個沒段 都是做到44秒6 是快的 不過那些二班 和私家三難 一直都 調整會快些 因為他彎順 這些你要計算到 當然這個後話 難度如何加減轉彎路程 那個快慢 這就是容後再談 先講大家的認知 你有沒有一個基本概念 三班八千師 那個強度根本就高到無論 你後上馬 22秒已經要看 你放 你跟前22秒 我怎麼追你 所以緊張大師 就追不到 自從這樣之後 你就知道 他從來都沒有用認真過 從來都沒有認真過 上到一級賽 是蘋果跑會蝕分 但是呢 以他那種沒段 他有機會會頂到福日 如果福日是 好了 那顯心星那些 就上次用了力 福日沒有 應該會略高些少 唯一對手 不是唯一的 其中一些對手 都還有聚才 因為聚才 他還有進步 我猜不到 他上次一三一磅 跟八千師追近 他都是右上的 不過他不夠八千師 沒段爆得那麼厲害 但是因為他讓了磅 如果平榜跑 八千師可能 那場就已經輸了 不過不要緊的 這些馬 即是不是六歲 講八千師他會進步 所以平榜跑 和跑他比較拿手的路程 他依然都可以壓制到聚才 而且八千師那場也沒有盡力 問題就是 現在最慘的是什麼 莫來拉變了蔡榮少 就會令他有點擔心 所以如果你臨場 看到八千師太過好分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這些就是我們看馬的關鍵 好了 今天分享馬迷世界 時間又差不多 稍後還有這個瞬間看 毒贏和蔡馬怪騰鬼上身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我還沒訂閱的朋友 右手邊有四星龍珠 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蔡馬頻道 明早就有這個大仓南北 和海量的精彩節目 為大家送上菜 菜日還有什麼 大家很想見 又是Tammy 聽下雷亭881 聽下這個 903 以前 聽下Tammy 如何報大家馬路的事 希望大家 使用堅仔 記住網絡高速 小心使用堅仔 我們下次明早再見 拜拜